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,随着各个国家文化的不断交融,世界各国不仅在外交方面,就连人民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丰富,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旅游业和人口流动上。 近期年,许多国家的小伙伴都跑到中国来工作定居,当然这最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充分肯定,尤其一些在经济发展上显得有些乏力的国家,许多当地居民也是纷纷选择入驻中国盟求发展,其中就有不少来自乌克兰的小姐姐。 稍微了解过的小伙伴都知道,世界上女神最多的国家,无非就是俄罗斯、白俄罗斯和乌克兰,乌克兰小姐姐们到中国工作后,也想找个中国男朋友,但许多小伙伴却纷纷表示,女神就是女神,可远观而不可谢玩。 当然这只是客套一下,毕竟在美女的追求下,还真的很少有人能把持得住,但这三个国家的小姐姐,许多小伙伴在稍微了解之后,就难免会产生抗拒心理了。 比较腼腆的乌克兰小姐姐是比较恋香的,所以在和中国小伙谈婚论嫁的时候,经常会希望回国定居,有些小伙伴因为无法接受,突然要换个生活环境,而且还是文化环境截然不同的环境,打了退堂鼓。 另外乌克兰小姐姐们在婚前会拼命保持身材,但在结婚之后就会连本带利地吃回来,所以发福效率也是高得吓人,尤其在生过孩子后,身材更是一天一个变化, 叶猪是让许多小伙伴直言吃不消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。